在发出公开信取消美朝峰会第二天,川普总统说川金会还,是可能在6月12号举办,而美国国务卿已经跟朝鲜外常通过电话, 川普总统在星期四发出亲自写的公开信取消川金会之后,当天傍晚平壤发出声明,表示仍愿意与美国会谈,5月25号星期五早上,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说RDQUO大好消息,收到朝鲜既温暖又有效的声明,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事态往哪个方向发展,希望是朝鲜长期又持久的繁荣跟和平, 只有时间跟才华才知道,RDQUO,星期五早上,在前往海军官校,参加毕业典礼之前,川普总统在白宫操评上告诉记者LDQUO, 不,不,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事,甚至可能还是在6月12号,我们正在跟他们讨论,他们很想要会面,我们也想要,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事,大家都在玩手段,你知道的,你比任何人都更了解, RDQUO,川普总统的原话说的是RDQUO,Everybody plays gamesRDQUO,这让人联想到此前,他称呼中共国家主席,习近平是LDQUO,世界级嫖客玩家RDQUO,彭佩奥与康金合以通话朝鲜,在5月24号星期四傍晚,表示远一谈话之后, 有机会白宫记者,前往询问白宫官员对此事的反应,都督无功而返,不过星期五下午,美国国务院,发出声明,表示美国国务卿,蓬佩奥已经在星期四,跟朝鲜外,长康金,和通过电话,声明中说LDQUO,双方,